本部斯凯福培训影片介绍深沟球轴承。 深沟球轴承是工业中最常使用的轴承,是轻负荷和高转速工况应用的理想选择。 深沟球轴承由内圈、外圈和一套由保持架分离固定的滚动球体组成。 该轴承可以用承载镜像载荷以及镜像和轴向的复合载荷。 该轴承有开式轴承,或带有一或两个密封件或金属防尘盖的密封轴承。 完全密封或带有两个防尘盖的轴承,在制造时预装有润滑汁,使用时无需再加注。 它们常用于小型电机、变速箱、输送机脱滚以及类似设备。 安装小型深沟球轴承时,最常见的方法是冷装。 使用斯凯夫安装工具套件。 相关部件的尺寸在使用说明中下述。 在一切就绪前,请勿将轴承从包装盒子中取出。 在安装深沟球轴承之前,必须注意确保轴和轴承座没有损坏或磨损。 可以在轴上使用一些清油来帮助润滑安装。 对于中型和大型深沟球轴承,通常使用加热来扩大轴承的内圈。 斯凯夫为此提供一系列不同的轴承感应加热器。 在这种情况下,使用便携式轴承加热器。 加热轴承不要超过110摄氏度,且始终佩戴防护手套。 将轴承抵住轴间,直至其完全冷却后,牢固地定位在轴上。 在拆卸深沟球轴承时,可以根据轴承的配置安装形式采取多种方法。 最常用的方法是应用于在轴上过硬配合的轴承拆卸情况。 在这个应用中,可以采用厄实拉拔器,将拉拔器倒钩置于轴承后面。 通过旋转拉拔器和轴承外圈,可以轻松地将轴承从轴上拆卸下来,且对轴承滚道造成最小化的损伤。 在无法达到轴承后面的情况下,斯凯福提供芒孔拉拔器套件。 参考使用说明,选用不同的拉拔器拉臂。 该拉拔器通过精巧设计,把拉臂倒钩置于轴承内外圈滚道之间,确保拉出时的受力是作用在轴承外滚道上。 采用这种方法,轴承将不能被再利用。 在只能通过轴承内孔拆卸的情况下,斯凯福提供分裂夹头式内拉拔器。 正确的夹头尺寸在使用说明中详述。 机械安装深沟球轴承时,如果是非配合圈受力,则可能会对轴承造成损坏。 因为这样,冲击载荷会经过轴承滚动体。 作用力必须作用在过硬配合的轴承圈上。 深沟球轴承能提供一系列预设的镜像游戏。 普通的游戏量不会标出。 超出正常游戏量的轴承会由C3进行标记。 更换轴承时,请始终确保使用完全相同的轴承,且保证与原件的游戏相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